6月20号,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举办的中美经贸摩擦关键议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相关专家表示,美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严重磋商了全球世界经济市场信心 可能引发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的二次衰退 19年二季度,最新的世贸景气指数为96.3 低于100的正常值的水平,维持着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另外,据联合国冒发会议报告表明 17年、18年,全球的跨境投资都是下降的,并且以两位数的幅度下降 实际上,当前的中美经贸合作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形成高度互补、利益交融的互利共赢局面 不仅两国受益,而且汇集全球 藏远如说,然而当前美国不仅与中国发起了贸易摩擦 还与各大经济体在贸易领域对抗,严重削弱世界各国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 一旦爆发新的金融危机 全球各国共同应对市场风险和金融危机的能力将受到严重的打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岐帆表示 中美两国之间合则两立,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斗则一损俱损 同时也破坏世界经济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一百条理由中美贸易合作 而没有什么理由让中美贸易之间斗得你死我活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前天特朗普和习主席互通电话 推动中美贸易谈判下一阶段的活动 并表示了良好的愿望 为什么这么一个电话就能引起全球股市上升 那么这也真说明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一种关系 这一种关系组织的关系组织的关系组织的关系组织